中秋将至你的中秋怎么过 今天我们来到金街广场 聊聊中秋的哪些事 我感谢你 OK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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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的采访方便拿几句话 好 签调 那今年中秋你打算怎么过呢 白天钓鱼嘛 晚上喝酒嘛 我们你也知道 做餐饮行业的都是这样子嘛 就是平常都是没有什么假期的 越是假期的时候 越要在店里面要做生意 这样子的 和本地人一起 困住 对 还有师傅嘛 我们一起过 和店里的店员一起 对 和员工一起嘛 那关于中秋节 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印象比较深的 肯定就是吃骨香嘛 是吧 想家里嘛 就是这两年来就 在外面就是中秋都没有回过家 是想着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中秋节都会赶回去陪家人一起过节 想到这个场面心里面会有点点很伤感这样子 在这里有什么想对家里人说的话吗 就是祝家人身体健康 平安就行 祝在节目的中国人多赚美金 要得搞到钱嘛 好 谢谢 谢谢你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阿姨 没反应 要不然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阿姨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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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阿姨 没反应 阿姨 没反应